和乌龟的造型 需要极其复杂而精确的设计 堪称开翘色玉器先河的真品 在殷须出土的玉器中 动物型的玉雕极为常见 总数将近400件 动物品种多达30多种 这些玉雕作品有的极为写实 有的神秘而夸张 这是一只抱着膝盖 蹲坐在地上的玉雄 这是俯卧在地上 警觉地回头的小鹿 这是口漏尖牙 正在奔跑的老虎 这只玉鹰双翼展开 似乎正在飞行 这只长颈鹤 弯曲着长长的脖子 似乎正在整理心前的羽毛 这只憨态可居的小象 耳朵服贴在双侧 卷去的长笔正在准备进食 另外还有御马 御御螳螂 등作品 很生动 你可以就看得出来 你不生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就知道它是老虎 你可以就知道它是蟹 你可以就知道它是堂镁 可以知道它就是鱼 可以知道它就是鬼 很形容 这些精致的销声语雕 不仅展现了商代高超的语雕工艺 也给古动物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他们分析 在三千多年前的阴墟地区 当时遍覆着大量的原始森林 这里气候温暖而潮湿 是古代动物理想的栖息地 而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动物的骨骼 有老虎 大象 犀牛等 而这些动物大多也能在玉雕作品中 找到相对应的形象 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更出人意料的发现 古动物学家还从玉雕作品上 找到了古人需养加禽加畜的证据 这只玉兔体态肥瘦 它应该是古人饲养的家兔的形象 而这头玉牛的鼻子部位 有一个精确的穿孔 专家推测 商代仙人已经学会寻养野牛 并懂得了在牛的鼻孔内寄生放养了 最有趣的猜测 这头幼年小象的玉雕 正从一个侧面说明 商代的古象养象 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了 而商王朝所在地河南省的简称玉 便是一个和象有关的古文字 他代表